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正常魔術方塊頻道 Lua Cube是一個難度夠 造型也不錯看的異形方塊 但是玩這個方塊常常有個困擾 就是這個方塊容易爆開來 像這樣子 整個爆開來 方塊又不太容易裝回去 常常會有一些玩家來求救 所以我就錄了這個影片供大家參考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方塊爆開來之後 可以看到軸心 軸心跟螺絲 這個螺絲原廠都會轉得比較緊 如果方塊拿到手之後 如果一般我們會先上游 上游之後 如果覺得還是不好轉的話 很多人會動這個 螺絲的腦筋 會把它轉鬆一點 但是這個方塊 螺絲的內部不夠長 如果轉得太鬆的話 他在爆開來的時候會 連這個中心蓋 包含螺絲一起噴出來 會非常的慘烈 所以這個螺絲只能轉鬆一點點 這一點點到底是多少 可能要自己感覺一下 還有如果螺絲轉 轉得很緊的話 還會一直爆開來 我們就要注意自己轉方塊的手法 是不是常用一些暴力法 來轉這個方塊 本頻道專注於各類魔術方塊 易知遊戲解謎遊戲的教學 如果你對魔術方塊有興趣 歡迎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以接收最新的教學影片 如果你有任何學習上的問題 或是想學什麼方塊 可以在教學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到FB 不正常魔術方塊研究中心社團留言 想搜尋更多的方塊訊息 也可以到小雷的魔術方塊網站搜尋喔 這個方塊爆開來的話 他會看到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這個 三個顏色的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內部 大概是這樣子 他的卡榫是分成兩層 那再來是一個這個小三角 這個卡榫只有一層 這個卡的地方只有一層 那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是這種黑色的 這個沒有 沒有顏色的 那這個的話 這是內部的結構 他卡榫也是分成兩層 那當然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噴出這個 中心蓋跟螺絲 那這個的話我們要先復原 先把它裝好 這個放好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裝喔 那裝這個方塊的話 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 那你這個 內部結構要 要怎麼放 我們大概 先說明一下 那這個內部結構他會放在 怎樣的地方 他會放在兩個軸心 這個中心這個地方 我們大概放一下 他大概會這樣放 這樣放 他的位置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塞進去的話 我們就是要卡住 卡住這個 兩個軸心 那這個 這個其實最難塞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一塊 OK 那裝方塊的話 我會先放這種 三個顏色的角 先把它位置大概放一下 看一下像這一個 這個的話應該是要放在這個位置才對 那在放的時候 我們 那這個方塊的話 他 我們要放的時候要注意一下這個軸心方向 他不是 突出了 比較突出來 這裡不對 他其實這個是要放在這個位置 大概這個位置 我們大概隨便放一下 這樣子 那這個位置才對 那放進去的話 如果這個角的方向不對 我們直接轉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 那注意一下這個中心的方向 OK 那現在其實還沒有完全固定 我們等一下 再放這個內部這個結構的時候 才能夠完全的卡住他 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這一個 那這一個的話應該要放 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角 同樣的注意這個中心的方向 這樣放進來 看一下中心的方向對不對 這樣子 那再來 那這裡要拆一個角 那這一個角的話 這個角的話 這樣放 那中心的方向 都沒有錯 都是這個標 都是對準這邊 那這個我們大概 稍微壓一下 壓進去 這樣就對了 這樣子 那現在的話這個三個顏色的角 還沒固定 我們要塞這個東西 我們看一下 像這一個 這個的話 這裡 這裡已經有角了 這裡已經有這個內部的結構 所以不用放 那這個的話呢 這裡已經有一個 那這一邊跟這邊 都還缺喔 所以我們還要再塞兩個 塞進去的話要注意一下這個重心的方向 這樣才有辦法塞進去 這個軸心的方向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塞進去了 我們再來塞 這一個 第二個的話總是會比較難塞一點 那這個 就自己感覺一下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兩邊 這個內部結構 都塞好了 那這個軸心 這個三 三個顏色的角 這樣才算是真正的固定 我們再看 那這一 這一塊的話 同樣這邊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內部的結構放好了 那這裡 左右還各差一個 所以我們再來裝 這個的話 我們注意一下中心的方向有沒有跑掉 又跑掉了 對齊一下 這樣子 那這一個要卡在兩個中心 兩個這個軸心 中間喔 這樣子 這樣卡進去 這樣子 這個就好了 那再來 再放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同樣它會比較難喔 這個 我們再放了 這個 我們再放了 這個 再放了 一切 這個 就可以了 那卡好的話都會有一個很清脆的聲音 就是卡進去的聲音這樣子 這兩個就卡好了 再來這個也是好了 那剩下這一塊 這一塊旁邊有三個 這一塊的話旁邊三個 這個內部結構 都要放 一個一個放 最後一個 是最難放的 所以我們要 可以跟我們一樣 有什麼 所以我們要不要再加什麼 開始 所以我可以想加上 就拿到 第一塊 這塊 還是 我先沒有 卡進去一個 那再來還有兩個 這兩個會越來越難放了 這樣子 那這裡還差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最困難 這樣子 那稍微壓一下 它就進去了 那這樣子 這個內部結構就卡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整個 這個三角 三個顏色的這個角塊 就很穩定了 那接下來就很簡單了 我們就開始塞這個 這一個 小的三角形 那它有方向性 我們要注意一下 它的方向性 放進來 放進來 藍色 紅色 那這樣子 我們再來塞這個角 這個角 直接壓下去就可以了 那再來 剩最後一個 先放這一個 再放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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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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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 最後一塊 壓下去就搭功告成 還沒壓好 壓下去 這樣子 整個方塊 可以正常的轉動 那轉動的鬆緊 其實大概就是這個狀況 那整個 其實我個人認為其實還是蠻緊的 但是已經很好轉了 已經比原廠剛拿來好轉很多了 因為我螺絲我有稍微轉鬆過 那再加上有上一點油 這樣子 那整個方塊就 就是這樣子的狀態 那LuaCube雖然有點難裝 但整體方塊的結構並沒有很複雜 那它只有這種 三個顏色的角 四個顏色的角 還有這個小三角 還有一個藏在內部的結構 只有這四個東西要裝而已 那嘗試幾次就熟練了 那今天的教學就輸到這裡 那如果有說明不清楚的地方 請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到FB不正常魔術方塊 研究中心社團留言 那如果有想學的魔術方塊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做教學不容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 謝謝大家 Birthday 3 3 7 1 4 5 3 3 4 5 3 4